哈喽大家好 我是连丞翔 我在《浪漫书给你》里面 饰演的是端木清风 当初看到剧本的感受就是 很少有人会把一个那么温暖 要守护女主角的角色交给我 可能我长得比较轻浮 你好 我叫端木清风 清风是要一个很有神秘感的角色 可能一开始我们的剧本什么的 我也都不会去法文去讲话什么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听到太多 大家觉得清风是怎么样子的人 因为我怕我一听到可能拍摄的当下 我可能很习惯就是往大家的这个方式走 我也没有跟导演讨论过任何关于清风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知道的越少越方便 你会怕 你会怕 讲话越慢的人可能越有神秘感 就像我觉得张立昂很神秘是一样的 因为他讲话就是慢慢的 然后 所以我其实一开始进组的时候 有在观察张立昂 就常常会观察他就是 他的一心一举一动 对啊 很认真地观察他 你答应过我不再哭的 说不定我连嫌肃鸡都变得出来啊 我不是用棉被遮起来了吗 谁叫你每次掀开我的棉被啊 我那时候看到剧本 还要守护郑小恩嘛 然后我当下就觉得 我现在要把它融入自己的话 那我最想守护的女性是谁 结果我就把它想成我妈 对 所以其实在演的时候 很多内心的东西都是 想要对我妈妈说的 我觉得小恩把清风放在心里是什么位置 姐妹 可以乱讲 没有开玩笑的啦 开玩笑的啦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来到我们世界 又把我当做一个诸葛亮的人 感情上的诸葛亮 我觉得小恩跟清风之间的关系是 战友 你现在是感情受挫拿我天不自尊心啊 战友 我懂你的感觉 我之前是这样 因为他们当时同一个目标就是 要破坏我们都喜欢的人 所以其实他们之间是一个革命情感啦 从就是开玩笑的说 就是失恋阵线联盟 然后到后面 其实是真的彼此在生命中 其实假如说小恩很伤心的时候啊 或是很挫折的时候 其实都是清风陪在身边 对 所以其实从一个失恋阵线联盟 到真正的革命友情感 我觉得对奥然来说 他最好的兄弟 某种程度上 然后我也吃小恩的醋 虽然我们是好兄弟 然后我也还没有跟你说我喜欢他 可是 你喜欢他了 然后你又跑来呛我 然后又 又跟我就是吵 然后 我什么都还没说 然后我说了之后 你就揍我 然后我也不能再说什么 然后 然后我说我们还是朋友吗 你又补握我的手 你又补握我的手 我觉得 你这样想要找 不要类似的吗 还是真赖 然后你就真赖 没有了 你当着我的面 把郑小安带脱了 不只霸道任性 还很没有礼貌 我也是怕你被郑小安耍着玩 如果我很乐意被玩弄 你又何必为我担心 你发烧了吗 我担心你也错了吗 傲然 我一直就把清风放在一个 可能不同时空 可能角度的 一个视角在看大家 那我其实是把这两块切开 是我跟傲然的兄弟情 跟我跟小安的感情 这两个东西 它其实都是很重要 对于清风来说 但他能够舍弃掉哪一块 我自己其实也是一直在衡量 要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对 但当我知道 小安她就是喜欢傲然的时候 对 那我也不会就是 一定要去破坏他们 因为两个人对我来讲 都是我很重要的人 因为我也没有 没有什么父母啊什么 就这两个很重要 对 那他们如果相爱的话 我也会很开心 陈欣 你好好喜欢 给她一个结局不行吗 我想要她幸福 我的沉默不是在迂回 是为悲剧结尾做好准备 我要爱 哪怕爱 哪怕爱到一无所有的艰难 再不再迟 变成旁边